美军在冲绳进行超逼针战场实战射击 将半自主类人机器人扮成枪把 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在冲绳 测试了一种半自主的类人机器人 第一次在海外基地利用这种机器人模拟的人员把标 进行更接近实战场景的实弹射击训练 据防务简报10月13日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侦察师部队 8月在冲绳的射击场使用 被称为无轨移动步兵目标的机器人系统 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提供该机器人系统的机构产品经理称 PINIT的主形状射手无法预测 并迫使他们在与目标交战 同时对无数情况做出反应 就像对付敌方战斗人员一样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反馈表明 这些机器人把标在提高单兵和部队的战备水平方面有价值